恭喜你啊 成为中共党代表候选人之一啦 中共十九大党代表是从八千九百多万名中共党员 四万里挑一选出来的 八千九百多万名中共党员 比欧洲人口最多的德国还多出六百多万人 和国外选举的选区基本为地域和行政区化不同 中共党代表的选举单位还按照行业领域群体划分 十九大党代表的选举单位共四十个 除了三十一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外啊 还划分出九个选举单位呢 代表们来自各行各业 真正体现了这个党代表的中国最广大人民 党代表到底是怎么选出来的 党代表是选举和选拔相结合 一般要前后经历五个环节 没有粉丝支持的啊 是过不了关的 党员们可以不记名自主推荐 各级别党代表推荐选拔都要广泛听取党员的意见 而且不是一次要经过三次 这是著名的三项 那只要人缘好就能当选哦 也不一定哦 美籍党组织推荐选后 都要报到上一期全面考察 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 这是著名的三项 推荐的候选人 还有经过N轮选拔和PK 有15%以上的候选人被淘汰 这么重要的代表选举 当然全程无死角监督 严把人选 对违规违纪问题 零容忍 公式环节就充分显示这一点 公式就是在代表候选人 预备人选产生后 把他们的个人情况公布 接受监督 任何人包括党外人士 都可以反映问题的 纪检和组织部门会认真受理的 选党代表可要全党参与 无论党员身在哪里 他所在的党组织 都会想办法通知他参与选举和推荐 开大会啊 打电话也发微信 保证每个党员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经过如此严格程序选出的党代表 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只要你政治上足够强 在本行业或领域足够优秀 有露起袖子加油干的拼劲 有打铁还需自身应的优秀品质 有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情怀 就可能被民主推荐层层筛选 坐在人民大会堂讨论党的大事了